在今天这讲《沙俄覆灭记》 我们开始介绍这个整个这个讲座系列里面的一个中心人物 那就是这个Nicholas II 他本身呢是尼古拉二世 Nicholas II 这个沙皇 因为他是这个末代沙皇的这个末代的最后一位 最后在1918年被这个布尔什维克给枪杀了 Nicholas II他是1868年出生 当时出生当然他是一个 当时他的title叫Grand Duke Grand Duke在英文里中文就叫做大公 OK就是一个等于是一个王主 当时他还不是王主 他的祖父是Alexander II Alexander二世 而他是Alexander III 就是第三世的最大的儿子 那显然呢就是Alexander III的那一继位 他就成为了一个王主 很有趣的就是这个Nicholas II 和他的父亲Alexander III 我们知道Alexander III实际上是 是那个比较保守的那个Alexander Alexander II是比较 比较开明的那个 就是废除农农志的那个 Alexander III 本身是一个大高个儿 他父亲实际上 就是Nicholas的父亲 是一个一米九几的大高个儿 然后那个手非常非常有劲 然后那个故事上就历史上传说 他可以用手一下手撕扑克牌 一袋扑克牌一下就撕了 可以想象这人非常有劲 而这个儿子呢 这个Nicholas II呢 恰好是相反 是一个又弱又小的一个人 就是身高很矮 在当时相比他的父亲 他一米六几 一米六七左右 然后人也很单薄 所以呢就是这么一个 很强的一个反差 当然他是他父亲的儿子 这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先介绍一下他的血脉 这种地质 或者这种沙皇体质 他们都完全是靠一个血脉继承 他的父亲这边 当然是罗马诺夫 就是罗马诺夫这一边的 那他父亲是Alexander II 而他的这个Alexander再往上 他的父亲Alexander III 再往上就是Alexander II 再往上是Nicholas I 这么一带一带往上追 那么他最追 他这个Romanoff的Blood Line 实际上是在Peter the Great的女儿那开始的 因为Peter the Great的女儿 实际上就是这个 是Romanoff的一个 当然是一个公主 后来好像他当了一段 这个Zaris 所以他的血脉是这么来的 但是我们知道 Catherine the Great本身不是Romanoff 实际上中间 他是没有真正的 从这种正统的体系这么过来 但是他的母亲那边最往前追 因为他是Catherine的后代 但是他的真正的最往前追 是比Catherine还要早 就追到Peter the Great 他和当时19世纪的欧洲的 这些各个王国 当时欧洲都是Monarchy 基本都是Monarchy 基本都是詹亲 基本都是詹亲 他们全都是血脉继承的 因为这些王室互相是通婚 是非常常见的 我们在法国大革命里面也讲到了 是这种王室通婚 甚至通婚到就基本就变成那种 就是一代一代的重复的通婚 通婚结果大家全成了金金血脉 然后血脉进金结婚 出现那种大兜齿 全出来了 那个Habsburg后代就很多大兜齿 我们前些日子去爱尔兰 看到了一些古堡 那些古堡里面 实际上就有Habsburg的 Habsburg就是奥匈帝国的近亲 在那些地方当贵族 结果你看这照片里 就免不得看到几个 全是大兜齿 不是照片 都是油画了 而这个Nikolas II 他的父亲这边 他母亲这边的 他的外祖母 外祖父这边 是丹麦 丹麦 丹麦的王室 他的母亲实际上是丹麦人 所以他本身并不是纯种的俄罗斯人 他母系是丹麦人的后裔 丹麦当时的这个 这个王室的成员 直系成员 然后呢 他的这个 他的总的来讲 他的blood是基本是有 俄罗斯Romanoff 有德国血统 丹麦血统 俄罗斯血统 他和这个当时王室的这个 就是各国 当时欧洲各国王室 基本都是沾亲带故 比如说他自己的老婆 他自己的妻子 实际上跟他是first cousin 同时又是third cousin once removed 这听着就是八竿子九竿子 四竿子五竿子 能打到的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堂兄弟 或者是什么 什么外甥兄弟 就是堂兄弟 就是哥哥 cousin在这里不就是 那个堂兄弟的意思吗 他和他的这个 和他老婆 基本就是有血脉 他和当时的英国的 George the fifth 乔治武士国王 是cousin 他们两个人是first cousin 而且就是最近的那个 那个那个表亲 OK 而且这两个人长得超级的相像 他们两个人站在一起 还有一些照片 这两个人穿着那个 互相穿对方的那个 那个服装 然后照照片 两个人就跟那个 孪生兄弟一样 实际上非常很有趣 就是表兄弟 但是但是非常的那个 长得非常像 他和挪威的王室 是有血腥 他和丹麦的王室有血腥 和这个英国的王室有血腥 而且都是第一个cousin 同时呢 和希腊的王室有血腥 OK 希腊王室有血腥 我们后面会看到 同时呢 这个希腊王室呢 我们知道是 是他的后代 其中一个后代 就是King Prince Philip 就是现在 英国刚刚去世的 女王的丈夫 这个菲利普王子 菲利普王子 实际上是希腊的王室的成员 那么这个菲利普王子和 尼克拉斯也有血亲 他是实际上 他是同时的菲利普王子 又是他的这个 尼克拉斯的老婆的 Grand Nephew 就是等于是侄 侄女 还是侄子 而且是等于是 孙子辈的侄子吧 实际上呢 就是也是这个什么 尼克拉斯 first的后代 这个prince Philip 所以prince Philip 实际上是和俄罗斯的王室 是有直接血脉继承的 血脉关系的 和希腊和丹麦也有关系 然后呢 和德国 当时的德国的这个凯撒 德国的这个皇帝 William二世 又是一个 second cousin 也是一个first cousin 你看就是 如果你和谁是 同时是second cousin 或者third cousin 同时又是first cousin 就是等于是直系表情 又间系表情 说明这cousin本身 他自己内部 就有那个 近亲结婚 他们 他们换句话说 这些人 都有近亲结婚的关系 包括那个 尼克拉斯和他的老婆 和那个Alexandra 他们本身都有血脉联系 所以就是这么一个 这就是皇亲国戚 他们互相全都是通婚的 然后这个 这个血脉 为什么要他们通婚 就是因为要保持 他们互相的政权的 相对的稳定性 在中国古代 不也是这样吗 就通婚是一个 这个统治阶层 建立一个稳固关系的 一个很重要的手段 而Nicolas II的父亲 Alexander III 本身对这个儿子 Nicolas II 本身是非常看不上他的 但是他是继位 那也没办法 他是长子 认为他这个儿子 是一个太软弱 就是因为在他眼里 他个儿小 个儿小 又瘦单薄 显然他软弱 所以他实际上 就没有太重视他 就没有再花很多时间 培养他当这个沙皇 而他自己认为 Alexander III 认为他自己会长寿百岁 永远活 一起当沙皇 所以对儿子培养就不足 但是他四十几岁 来个肾炎 死了 我们后面会讲这个 那么1890年的时候 这个父亲的Alexander III 就把这个Nicolas给送到 让他出去说 你去体验一下国际生活 体验一下各个地方的生活 各个国际关系 各个地方生活 然后让他等于通过这个 来培养一下 他将来当沙皇的一个体验 所以他就去了西伯利亚 去了海参围 in fact 那个西伯利亚铁路的 开幕仪式 就是他去的 爸派这个Nicolas II 去主持那开幕式 然后去过日本 去过这个东南亚 去过埃及 去过希腊 OK 这个父亲呢 让他去 让他派的儿子 那时候儿子还年轻 1890年还年轻 去到处去撞悠 上就是想通过这个来使他对世界的政局 格局 政治经济 军纪有一定的了解 但是这个儿子实际上是一个 一个 就是什么 就是很 忘了中文怎么说 就是不是很有 不是一个很睿智的人 这人不是很很聪明的一个人 结果他回来以后 他的笔记 现在历史档案还有 他的这一路这么一大的一个 一个周游世界的回来的笔记上 他并没有去记录 他到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 这个地方的政局 这个地方的政权结构 政治经济的这些东西 他记权什么 就是鸡毛蒜皮 那些烂事 我今天到哪个地方打了个猎 我到哪个地方看了花 看了草 见着什么人 就是非常非常琐碎的小事 写着他的笔记里 他并没有记录 他整个这一大周游列国 带回来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从这个角度里 就看出来 这个人实际上是本身没有什么才华的人 他是一个就是庸才 那么但是对不起 血脉继承 往往就是说 有的时候会有出色的人出来 但是有的时候就会有庸才 因为血脉是不能选择的 不能竞争的 就是轮到谁就是谁 轮好了是好 轮坏就是坏 那他想就是赶到这么一个庸才 当了这个皇帝 那么当时呢 他去日本的时候 还曾经有一次惊险的 这个差一点丧命的经历 因为当时日本有一个人暗杀他 当时这个细节我们就不说了 按下拿一个刀想把帮着他的就是保卫他的日本士兵拿起一个马刀就冲他就砍了一刀砍他脑门上了留下一个九厘米的一个打打刀很差点要他的命 OK 那么这个呢 当时呢就是当时这是一个日本的当时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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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是一个尴尬的事情 但是对这件事来讲呢他也对日本的产生了一个很深的厌恶和鄙视和仇恨 那么这个呢到后来影响了1904-05年的日俄战争 那个战争发起的时候 他对日本的一些看不起的那种或者一种鄙视的那种感觉 也是由于这件事发生 他因为他去过日本 他去过日本都是小个都是那个那个亚洲人 这帮人根本不是我们对手 结果日俄战争打起来发现他正好倒过来 这个以后我们会讲 那么他的父亲我们刚才讲是个是一个高大魁梧又很牛逼的这么一个Alexander the third 然后就自己就是觉得自己很牛 有一次坐火车上火车出事 他在里面还救人什么的 就是这个Alexander the third 尽管是他在这个政治改革上超级保守 但是这个人呢就是很感觉自己当傻皇朋友的一个派头 那派头也很大 结果呢他突然1894年呢就死了 得那个急性肾炎还是慢性肾炎 他的肾炎掉了 实际上这种病在今天是完全可以保 可以可以可以这个怎么说可以救的可以治的 但是那个时候医疗很很落后 结果这父亲巴一下死了 这儿子实际上还没有 第一很年轻 第二没有经过很系统的 当沙皇的一些培训或者是训练 结果这Nicholas一下就都对不起 你爸爸完了 那是你就是当沙皇了 结果这Nicholas当时就是非常的恐慌 非常的恐慌 他当时就说了在历史上 他说了一些话在历史上留下来了 他说 他说这怎么办呢 说这个俄罗斯和就是 就是what is going to happen to me and to all of Russia 俄罗斯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会发生什么事情 他自己有点慌了吗 他说我并没有还没有ready 我们还没有准备到位做沙皇 怎么突然我就去做沙皇 我从来就没有想做沙皇 我对这个沙皇的统治的艺术 统治的这件怎么如何统治 一点概念都没有 就说明他对自己 他知道他非常的不自信 非常的惊慌 非常的不自信 就是在他这个一下推到沙皇 这个皇位上 我们在法国大革命里边 我们讲过路易十六 路易十六也是突然的阴差阳错 因为他这个血脉继承 不是那么很保证的 你上面出现出现什么问题 那你就推上去了 根本没有什么选举过程 他实际上他说的话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话 1775年他突然的发现 他就是下一个国王了 他说的话几乎就是和 Nikolas II说的一模一样 就突然就说我不行啊 还没有到时间 我还不准备不足 然后这麻烦了麻烦大了 怎么突然让我去干这个 In fact Nikolas在知道他父亲去世以后 他自己上了皇位 他眼泪都掉下来了 他就惊慌到那种程度 所以1894年 正式的Nikolas II继位 当上皇帝 当然继位从名誉上继位了 但是还没有加冕 他加冕是在两年之后 1896年加冕 然后在莫斯科加冕 然后在克里米林宫里加冕 成为了正式沙皇的加冕仪式 那么我们下面就顺便谈一谈 这个加冕仪式 1896年 1896年5月份 加冕仪式 那么这个加冕仪式 当时他已经结婚了 他的结婚 也是他当时的父亲反对 后来勉强同意 因为他老婆是德国血统 同时他老婆当时是 怎么说呢 就是说是这个 他父亲希望他和法国人同婚 anyway先回到这 那么就是说他老婆和他 就是在加冕仪式上是可以说是当时在俄罗斯是最贵的最豪华的最奢侈的一个加冕仪式 这个加冕仪式大概就是广是军人 就是当时他们的这个这个皇家军队就有八万五千人参加 在克林布林宫里面呢 他们专门还设立这个当时刚开始有的最新的技术 就是电话交换机 他们为了这个整个这个这么大的一个仪式 是几万人的一个仪式 要一个一个一个随时的调整这种协调 他们专门装了一个电话的一个交换机交换系统 在这这这在在在那时候呢 就是一个非常高科技的东西了 然后呢就是用的这种各种宴会用的银器金器 各种的这种这种就是金银的这种锅耳瓢吧 就用了在还有其他的一些金银那种贵重的那种奢侈摆设 花用了24吨金和银把这东西摆出来 你就想得多大的规模 这个呢是实际上是非常非常豪华 然后呢这个皇后Alexandra OK在这个增加冕仪式上 有一个合唱队在他面前给他唱赞歌 这个合唱队的一共多少人 有1200个人 1200人的一个合唱队给这皇后唱赞歌 唱颂歌 然后整个过程呢 用当时的电影给录下来了 这是1896年 电影的技术 刚刚有最早的电影技术 这个成为了在俄罗斯历史上的唯一的一次 把把沙皇加冕有电影记录下来几分钟 这个现在今天网上随时可以看到 当然是一个无声电影 OK 晃晃又就是很跳跳跃 因为那个frame rate 电影的那个帧数不到今天的24帧或者30帧 但是呢就是很 但是能看得出来那种当时的场面是如此的奢华 如此的宏伟 如此棒的 这就是当时的这个皇帝加冕 就是沙皇加冕 在加冕仪式上 他后面的那个厨房 皇家的厨房 广是厨师就用了55个 OK 然后里边呢就是每一顿饭都是 就是整个这个皇帝贵族是大吃大喝呀 就是这个早饭是四道菜和仓 中饭又是五道 晚饭又是五道四道 就是大吃大喝 就整个就是就铺开了招呼 OK 就是那个那个那个加冕仪式 实际上他们的贵族平时也是非常奢侈的 非常奢华的 然后呢这个在他的这个 就是当时的这个这个皇家 在他们的这个加冕仪式上吃饭的那种那种规模 还有历史考证 就是在他们平时吃饭的时候 这皇家整个全部人吃饭 也是非常奢华 他的一顿皇家的一顿饭 这个我我我现在没有完全 confirm是在加冕上吃的一顿饭 还是平时好像平时也可以吃 吃这么大一顿饭 一顿饭就当时不是皇室成员 不是这家这家两口子吃 是所有的贵族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 一顿饭就可以用来 这花的钱就可以买30匹马 或者是买20个钢琴 或者是可以用来付他的军队里的上校 12个上校的年薪 就可以就这就咱们就是以物质上来算 他这一这一顿饭花多少钱 然后他吃的饭呢 他们在这个加冕仪式上吃的饭和他们平时吃饭的都是进口的 都是从欧洲里面进口的山珍海味 然后用的是金盘子银盘子 刚才说了几十吨的金银首饰 金银的那个不是首饰 金银的过耳瓢都要用上 然后他们吃剩下的饭 基本有的饭就点一下就没吃 吃剩下以后赶紧就分发到当时莫斯科或者是森皮特斯布尔各地的那些贵族用的饭店里面 去被别人再次消费 因为很多东西都没有怎么碰过就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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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掉了 那饭就吃剩下了 然后各个饭店里面就吃他们这个皇家吃剩下的东西 有时候都是很多人都都是都是都是山珍海味 OK 那么这个尼克勒斯本身呢 他平时习惯呢 也是很是也是很有趣的 他是喜欢打猎 喜欢圈军装 我们后面会看 这都是他的一些个人的特点 他的打猎是他最划钱的地方 他经常就说他他一年在打猎上的花费 相当于在当时俄罗斯100个中学的老师的年薪 他一年就是他的打猎的钱就可以付100个老师年薪 这就是当时的俄罗斯的皇室和贵族的生活 你可以看出来他的这个生活的这种奢华 生活的这种这种高成本 实际上完全不亚于当时的法国英国德国这些其他国家 OK 想起来这是1896年 我们上一节刚刚讲1891年92年 俄罗斯大饥荒 穷到是多少人多少万人几十万人 饿死病死 穷到最后就是吃吃这个吃草吃土 而他们呢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生活 在这个1896年加冕仪式不久 过几天不久呢 在莫斯科呢又举办了一个加冕的庆祝 庆祝活动 就是皇帝加满了吗 庆祝活动 这个庆祝活动呢 他在当时莫斯科有一个很大的广场 叫做 叫做Kodinka Field Kodinka Field 在这个Field开了一个露天的大型的宴会 这个宴会呢里面就是这种自助餐150多桌 然后一大堆的这个酒也摆开了 吃的全摆开了 主要是用来让老百姓参与来庆祝这件事 等于是白吃白喝 老百姓过来白餐一顿 占点便宜 OK就跟那个中国那个家里开喜宴一样 那所有的生人也可以在这来蹭一把 然后是什么这个上 这上面就是各种各样的面包 各种各样的香肠啤酒 Prazzles 就是这种椒盐脆饼吧 什么Ginger Bread 叫姜饼和各种各样的纪念品 就全摆满了 在这广场上 大家随便来 来吃 那你想想俄罗斯的普通老百姓 生活是如此的贫困 1896年的工业革命起来 我们知道城市周边有海量的 这个多少百万的这种穷的叮当响的 这些无产阶级 这一听我家伙 赶紧来蹭一把 50万人跑到这地方来了 你就想想这一个这个Field 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大 应该几个足球长那么大 结果来了50万人 一听风声 来了以后 马上这个 这么多人就挤的水歇不通 马上就出现了这个谣言 谣言或者是 这不一定是真正的谣言 就有可能是现实 就是说可能充米不够吃 就是这么多人 一下子冒出来 东西不够吃 甚至谣言还说 这里面有可能有金币 给发给大家 做奖品 所有的人都有 结果一看我家 这么多人没地方 东西肯定不够 那就怎么办 就抢吧 结果就出现了 Massive Catastrophic Stampede 就是踩踏事件 这个踩踏事件 一下子几十万人 往里一拥挤 一下子踩死了 一千多人 当场就踩死了 一千二百多人 尸体就在地上趴着 OK 大家在尸体上 走过去 去抢吃的 然后就出现 这么一个严重 然后呢 是九千人到两万人 现在不知道这个数 到底是具体在什么位置 就是基本就是一两万人吧 严重受伤 各种各样的 踩踏死一千多 伤了这个万八千 一万多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事件发生 本来这是一个喜事 至少是皇帝加冕 这是喜事 结果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悲剧 这个悲剧完了以后呢 这个 这个案例说 你杀黄政权 你是加冕 你是喜事 你应该赶紧去处理这件事 这是一个灾难 这是一个危机啊 结果呢 他就跟没事一样 这个庆祝活动继续进行 OK 然后呢 继续在这个地方不行 在别的地方 再开几个光场继续来 这一千多人 十几家地都给踩成肉饼子了 他们还在那 继续庆祝 Nikolas II和他的老婆 这个皇后 甚至在这个时候 还在他那皇宫上面的那个阳台上 向大家招手 表示这个 并不是说让大家稳下来 这这这灾难道理 而是还在庆祝 我这大手一挥 你们在怎么怎么样 这是庆祝活动嘛 然后是这个满脸挂满了笑容和高兴 就是这种 这个非常的高兴 非常喜悦的这种表情 也在那挂着呢 整个的事呢 就是好像是什么 什么都没发生 换句话说 这底下发生的几千 一千多尸体 不给踩死了 就跟没发生一样 in fact 这两口子在上面 在那招手 像老百姓 这个表示 这个这个 等于是皇帝 在这个招手 给老百姓 底下的尸体 正在用车 一个一个往外拉 想起来最近不是 这个Elizabeth 这个Queen Elizabeth 在这个伦敦 不也在举办 他70年登基的这个纪念吗 那纪念当然没有踩死人 就看你 已经就很隆重了 这个老太太往前面一坐 一站在阳台上 一露面 他的这个儿子 孙子 虫孙子在那都露面 底下好多人在那 这个欢呼 这庆祝 这是一种 等于他们的节日吗 Nicolas II和他的老婆 就是在当时那 在那在庆祝 但是呢 底下就是 一千多具尸体 在一个一个往外运 他在上面招手 OK 当天晚上还参加了 一个庆祝宴会 还是当天晚上 就在在皇宫 在克里米伦宫 参加庆祝宴会 白天就是这么大 一个悲剧发生了 他自己没有感觉 这就这就是 本人的这种认知 有严重缺陷 但是你可以想象 你做一个皇帝 在这时候 没有任何的 真正的表现 当然有少量的表现 但是也没有太那么 太明显的表现 你对底下这些 被踩死的人 他们的亲属 他们的家人 会怎么想 OK 顺便 我们再回到 法国大革命的路易十六 路易十六 倒不是加冕 是他和 Mary Antoinette 1770年 办婚礼的时候 那时候路易十六 那时候路易十六 只是15岁 他老婆 这个Antoinette Mary Antoinette 他14岁 15岁 两个小孩办婚礼的时候 结果他们放花 放炮 放那个 放那个 放那个花 爆竹 并忘了 结果发生了一次大火 然后也是采 这个采他事件 死了 当然死的人少 一百多人死了 而不像这个 一千多人死了 所以这个末代皇帝 往往在这时候 就有时候会出现 这种很荒唐的悲剧 人间悲剧 过了很多年以后 Nikola自己在近的 已经被抓起来以后 他在写的 他在做他的回忆的时候 就是 就是 其中一个回忆的话题 就是你是怎么看到 你这个王朝要不盯了 实际上 他就是把这个事件 作为 他说 我的运气 非常的糟糕 最 最代表性的 就是 我在 在这个 加冕的时候 出现了这么一个悲剧 他后来 他醒过来 这种事 他的处理和这个事情的发生 对他来讲 是一个非常强的 不祥之兆 但是呢 他自己完全没有认知 认知到这 就是这个人 就是本身就是 像我刚才讲的 这是一个庸才 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至少在这种 作为一个统治者上 他对他的和统治的 臣民之间的关系 和他自己的权力之间的 这种掌控 和这个 这个什么 他认识不很轻 这一节呢 我们先讲到这 下一节呢 我们就再看看 这个Nikolas II 他作为一个绝对君主 他自己对他这个绝对君主的身份 是怎么看的 这个我们下一节接着讲 我们下期再见